当现在一个气球闯和 中美之间只会更加陷于苦战的时候 你见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俄中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 拉夫罗夫更加说俄中关系高于军事联盟 是基本上没有界限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俄罗斯需要中共的支持 在这里就要想起 晚清明神张之洞曾经问慈禧太后 俄罗斯和美国你更加相信哪一个 慈禧想都不想就说 俄国要的只不过是土地 给些土地他就可以 美国虽然对大清非常之有帮助 但是他的民主自由精神 是要大清立协 三权分立 还政于民 动摇了满清的利益根基 必须要跟他势不两立 百几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依然承杂了慈禧太后 亲俄反美的思维 那你就弄清楚 什么是党和国的关系 就自然明白 中共为什么宁愿牺牲14亿人民的幸福 而选择与豺狼打交道 因为百几年之后 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变过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分享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安天娜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